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5月18日 001号知识发布会 一场终身学习者与知识服务者的大会 有请得到创始人罗振宇 2017年5月18号 各位可能正在看一场假的发布会 如果是真的发布会 发布者应该穿圆领衫和牛仔裤才对 怎么会穿成我这个样子 真的发布会 一般主要发布的对象都是媒体 但是我们的发布会 这一场只针对我们的用户 谢谢各位的到来 真的发布会呢 通常会请很多小鲜肉大美女 但是我必须坦白地承认 今天我们发布会请来的嘉宾 颜值中等 真的发布会 通常只关注自己做了什么 我有多好 但是假的发布会 比如说我们这一场 我们只关注你听到了什么 对你是不是有用 它本身是不是有价值的内容 当然在这个市场上 只要你做出有价值的内容 就一定会有识货的人 比如说今天晚上 直播我们这场发布会的 深圳卫视 据我所知 这是中国电视界第一次 为一个企业的产品发布会 做电视直播 谢谢有眼光的深圳卫视的朋友 其实 给知识做一场发布会 这个想法是半年前诞生的 但是一直也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炫目的产品 可以向大家展示 也没有一系列的参数 可以吹牛 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活色生香的人嘛 那些 我们在过去一年里 费尽为各位用户找到的人 那些 那些其实很多年前就开始 为这一刻在做准备的人 那些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 生产知识 值得我们这些终身学习者 跟随的人 其实很多年前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 如果罗胖给你无穷无尽的钱 只允许你自己去消费 你会怎么花 我一想我对什么游艇啊 飞机啊也没什么兴趣 一个胖子最需要的就是 一把舒服的沙发 可是沙发能花多少钱 所以那天我就在想 如果我真的有无穷无尽的钱 我就会邀请那些世界上 各个行业的高手 我给他钱 让他给我准备精心的一门课 每天下午来给我上课 还记得我那把舒服的沙发吧 我的沙发的旁边 会再割几把沙发 邀请我的朋友 来听这些世界上最神奇的课 我万没想到 我当年的这个白日梦 就这样在得到APP实现了 是用这种方式实现 下面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过去一年我们做的事 和我为我们的用户请到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私家商业知识秘书 卓老板聊科技 给那些想抓住未来机会的聪明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级个体 提升你的职业竞争力 知识是一个人最好的资产 博帆日志路 老普什字 每个字都让你广然感悟 薛兆峰的北大经济学课 每天给十万听众讲一堂经济学课 回顾这一年 我现在心里只有两个字叫幸运 本来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 只是想做一盘生意 但是真没想到过去一年 这生意变成了这个样子 有无情无尽的事情可以做 跑道又宽又长 这件事情可以做到老 做到死为止 而且这件事情也不只是一盘生意 它还会创造价值和意义 为我们的用户 为我们的协作者 为我们的同事 富能 让他们变得更牛 很多人在问我 尤其是投资人 他说 你们得到的用户 都是一帮什么人 能不能告诉我年龄结构 男女结构 这那这那 我的回答通常都是 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别的特征 他们只有一个特征 就是爱求知 对世界充满了旺盛的好奇心 我举个例子 得到APP里面有一个订阅专栏 Dr. Wade 叫魏坤林 北大的教授 他做的家庭教育宝典 按说这个产品是交付给家长的 你怎么教育孩子嘛 但是我万没想到 这个产品大量的用户 都是孩子自己 我知道的最小的 大概是六岁 然后他听完这个节目之后 天天反问他爸妈 你怎么不按DWV交给我们的办呢 你怎么不那么教育我呀 对 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这就是我们的奇葩用户 所以看到刚才 过去一年我们做的那么多事情 我心里真的只有一个问题 这群人 我们一起往前走 将会发生什么 其实不知道 这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一群人 今天我们这个发布会 其实也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不是想推销什么产品 给陌生的用户 我们只是想让所有的得到用户知道 跟我们一起走 你会有面子 而且会有收获 今天晚上 我们一共会发布 12款知识产品 下面 我们就进入 第12号产品的 发布环节 有请得到作者 李翔 我大学时候呢 喜欢过一支摇滚乐队 叫范海伦 他的主唱 大卫里罗斯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 在每一次演出之前 他都会要求 在合同里面增加一个很小的条款 这个条款呢 有一点点特别 他要求 在后台 主唱的休息室里面 必须放一碗巧克力豆 是那种彩色巧克力豆 就是很多人都吃过那种 MMA豆 他特别之处在于呢 李罗斯会要求 主办方必须把巧克力豆里面的 棕色巧克力豆 全部挑出来 如果他发现其中有一粒棕色的 他就会当场 要求取消演唱会 撕毁合同 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他不是在威胁 他真的这么做过 很多人呢 都会认为 这只是一个摇滚明星的怪癖 近乎于无理取闹 但是李罗斯后来自己解释说 他这么做 绝对是有原因的 而且 原因不是因为他特别爱吃巧克力 也不是因为 他为了显示自己是个超级巨星 原因是 要举办一场 现代的摇滚音乐会 它的流程非常复杂 舞台搭建非常复杂 需要的设施器材 也非常之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的演唱会 需要三辆18轮卡车 可以装下它所有的设备 但是呢 像泛海伦这样 重金属风格的乐队 需要九辆18轮卡车 才装得下所有的设备 再加上 泛海伦又非常著名 他们经常需要到很多 中小城市去演出 就更加增加了 这个难度 当然了 所有这些都会变成条款 一条一条写进合同里面 结果呢 是把合同也变得非常复杂 又长又厚 一个正常人 根本没有耐心 从头看到尾 像大卫里罗斯这样的 摇滚明星 当然也不会看了 所以呢 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条款 他这么做 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大卫里罗斯认为 如果主办方 连这么一个非常不起眼 看上去非常无厘头的条款 都能够完美执行 那么 想必主办方 也会完美执行 其他条款吧 好 事情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一个摇滚歌手 连他滥以为生的摇滚演出 他也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 答案是四个字 分工协作 1776年的时候 现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 在《国富论》里面 讲过一个别针工厂的例子 别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产品 在当时 生产一个别针 需要18道工序 如果一个熟练的老工人 从头做到尾 他每天可以生产20枚别针 但是 如果把18道工序拆分开来 每个工人负责其中一道工序 那么 平均每个人 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别针 从20枚到4800枚 它是一个效率的极大提升 我们整个人类商业文明 不断地前进 我们财富创造效率 不断地提高 都要拜分工协作所赐 正是因为有分工协作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享受到很多 比别针要复杂的 多得多得多的产品 比如说 像电脑 手机 汽车 都是这样 但是呢 人类也不得不接受 分工协作带来的 另外一个后果 分工协作 创造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的系统 在这个复杂系统下面 举办一场 现代的摇滚演出 他所需要的流程 可远远超过了18道 像大物理流师 这样的摇滚明星 当然 也就没有办法 一道一道去检查 看它是否被完美准确地执行 好 那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和应对 这么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呢 我们来看一个 现代别针工厂的故事 阿里巴巴 是一家市值超过3000亿美金的公司 它的业务 是一道方方面面 几乎衣食住行 无所不包 张勇呢 是这家公司的CEO 他要如何来管理 这么一个超级复杂系统呢 在16年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 当时他就回答我说 他有一个管理上的小的窍门 他自己的话叫捅三刀 具体怎么讲呢 当业务部门的总裁 来跟CEO开会的时候 然后CEO 也就是张勇本人 他会揪住其中的一个细节 去提问 叫捅一下 然后再问 然后再问 如是三次 如果你能够经受住CEO 就同一个细节的三次追问 那么恭喜你 但是如果连续三次 你都没能回答CEO的问题 那就特别抱歉了 因为它意味着 要么是你的工作没有做好 要么是你开会之前的准备工作 没有做好 好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首先 就是复杂 非常复杂 我们的系统非常复杂 流程非常复杂 组织非常复杂 产品也非常复杂 复杂到 即使我们是它的一分子 我们身处其中 我们也无法去完全理解 更提不上掌控 其次 细节 细节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细节 来测试这个复杂系统 是否有效 来了解这个复杂系统 甚至向这个复杂系统去学习 在过去 李翔商业内参做的工作呢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 能够不断地去捕捉 呈现 复杂商业世界里面的 种种片段 言语 细节 故事 来帮助我们用户 去理解 这个复杂的商业世界 这个产品上线到今天为止 已经接近一年 最近 我的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的用户 也在不断地去问我 在接下来 它会有怎么样的改变 包括迭代 然后因为这个问题 它实在是 太过重要 所以一会儿就留给 那个罗振宇老师来回答 然后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我非常肯定 不变的是什么东西 不变的是 在下一季产品里面 我跟我的同事 仍然会继续努力 甚至更加努力 去保证 每天都能给我们用户 端上来一碗 无可挑剔的巧克力豆 然后帮助我们用户 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 去获取高质量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李翔 那他把责任推给我 我就来宣布一下 下一季 李翔的产品的样子 简单说 就是有三点改变 在过去的一年里 李翔和他的团队 写了108万字 然后他的产品 涉及到800位商业领袖 这些数字都不举了 但是下一季 他决定改名 改成叫李翔知识内参 也就是说 他不再仅仅关注商业世界 而是把整个的视野 扩展到 所有的知识海洋的部分 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 过去一年 将近10万 李翔商业内参的用户 用凑粪子的方式 承包了这个团队 雇佣了这个团队 成为你个人的商业情报局 其实这在历史上 有这么个小典故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吧 有一天他就很烦 说我每天要知道那么多信息 谁能成立一个机构 生产每天一份简报 给总统个人看呢 后来美国就真的成立了 这么一个机构 后来他就演化成了中情局 对 李翔知识内参的第二季 会不会成为各位的 个人的私家的中情局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第二个变化 我今天要特别宣布 我们迎来了一位新同事 李翔本人决定加入德道 担任德道的总编辑 我们终于有了总编辑 说服他其实是一个蛮难的过程 那我无非摊在桌面上的 就是这些东西嘛 好的事业机会 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价格 还有就是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用户 向终身学习者再次致敬 那第三个变化 是价格 第一季李翔商业内参 价格是199 但是第二季 我们决定加大成本投入 我们慎重地思考之后 决定把价格 从199变成0元 李翔知识内参将会变成 德道APP里面的一个基础性的 每天更新的知识产品 谢谢李翔 下面我们就正式发布 今晚的第12号产品 李翔知识内参 当然 这并不是我们的慷慨 我们毕竟是一家创业公司 李翔知识内参 之所以能够免费 是因为我们迎来了一位知识赞助商 这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就是有人为各位把钱掏了 这个品牌是宝马 宝马公司 大家知道他们的难处 他们的品牌那么高端 他们诉诸于大众媒体是没有用的 但是他们盯住了李翔 商业内参和知识内参的用户 他知道这样的一批人最宝贵 哪怕从现在开始你还买不起宝马 没关系 慢慢培养 大家先攀个交情 所以这次宝马公司 让我特别向大家告诉的是 新一季宝马马上就要来 宝马5系 他们决定和所有这样的终身学习者同行 这是他们的精神 谢谢宝马 谢谢各位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晚第十一号产品的发布环节 为什么中国诗过马路也有道理 为什么珍稀动物越保护越少 为什么大家看电影遇到烂片也不会离开 为什么潜规则也符合经济学定理 为什么古评不靠谱 结婚戒指究竟该谁买单 培养经济学思维做更聪明的决策 北大经济学教授薛兆峰 每天十分钟 一年为你讲透52个经济学概念 从京邦治国到日常生活 专制各种为什么 薛兆峰的北大经济学课 只给你第一道的经济学思维 得到APP出品 有请得到作者薛兆峰 人有无知的时候 所以知道自己无知也是一种进步 但人也有有知的时候 人有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做对了一点什么的时候 这种时候也是一种美妙的感受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这样的时刻 第一个这样的时刻 是在1989年 我被经济学触动的那一刻 1989年 我在大学里面念本科 我学的是数学专业 同时也学一点经济学 学一点管理学 我最喜欢修的一门课 可能跟你一样 叫陶课 有一天早上 上课的同学已经回来了 我才起床 这位同学不经意地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刚才在经济学课上 老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三项发明 是火 车轮 和中央银行 这一刻 我被触动了 我在想 中央银行 怎么能跟火和车轮 相提并论呢 经济学的问题好奇怪啊 从那一刻起 我就去上经济学的课了 我就如饥似渴地读经济学的书了 我就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分析问题了 从那时候起 我就有一种感受 到今天有增无减 那就是经济学 不一定能够改变世界 但一定可以改变 你看世界的方式 那段时间的学习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第二个要跟你分享的时刻 是1997年 那段时间 我形成自己经济学思维的体系 1997年 我开始建自己的个人网站 我当时有个想法 要把我心目中的 经济学的大英雄的照片 都放到那个网站上面去 我找到了亚当斯密的照片 我找到了科斯的照片 因为他得过诺奖 但是我却找不到 我心目中另外一位 大英雄的照片 那就是经济学家 阿尔卿教授的照片 我只找到了 他的那个电子邮件 邮箱 我给他发了封电子邮件 我问他 能不能把照片给我 我要做个网站 没想到 他就把照片发给我了 我当时很高兴 我就给他回信 我说 哎呀 收到你的照片 非常高兴 我当场就打电话 告诉我女朋友 这个好消息 现在呢 请你打开附件 里面有我的照片 我也要让你看看 我长什么样子 过不久 阿尔卿教授又给我回信了 他说 谢谢你的照片 但如果你寄过来的是 你女朋友的照片 那会更好 那一年 阿尔卿教授 83岁 人不管多大年纪 对美好的事物 充满向往 充满好奇 还来得及 从那时候起 我们就开始交往 他建议我翻译 他正在改写的 经济学教科书 从那时候起 我就过上了 另外一种生活 白天 我还是忙忙碌碌的 忙生活 忙工作 忙应酬 但是到了晚上 回到宿舍 我把门一关 灯一开 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进入一个 跟经济学交流的世界 进入一个 跟阿尔卿交流的世界 每天晚上 我工作得很晚 把想到的问题 写下来 发邮件过去 第二天 我醒来的时候 阿尔卿教授的回信 已经到了 就这样 我们朝夕相处了 三年多 我那时候 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觉得 生活可以忙忙碌碌 随大流 但思想也可以 偷偷摸摸 求上镜 我那段时间 我知道自己做什么 第三个时刻 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现在 我在得到订阅平台上面 写专栏 开专栏的时间 我在得到上 开了专栏以后 我才深深地感觉到 过去 我作为一位图书作者 是多么地无能为力 那时候 把稿子写完了 交给图书的编辑了 事情就完了 书卖得怎么样 读者买了以后 又没看 看懂了没有 有问题怎么办 学会用了没有 一概 我管不着 但今天呢 在得到专栏上面 开专栏 我能够深入地 渗透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 我能够成为大家 被窝里面的经济学家 卫生间里面的经济学家 地铁里面的经济学家 陪大家排队 买早餐的经济学家 有人批评说 哎呀 这只不过是一种 碎片化的学习 我自己不完全认同 使用碎片化的时间 其实也能够完成 系统化的学习 比方说 我自己的专栏 就不是东一郎锤 西一郎锤的 经济学水笔 它是一个精心打造的 逻辑自洽的 扎实牢固的 能够学以致用的 经济学体系 我知道很多人 很想学习经济学 很想系统地学一次经济学 曼昆的教科书 都不知道买多少版了 可就是等不到 一段大片的时间 能够沐浴更衣 正经危坐 好好的把经济学 从头到尾看一遍 有时候他们真的开始了 但很快又被别的事情打断了 结果他们反复看的 也就是那书的 开始几十页 这种学习 其实才是碎片化的学习 我今天感觉到 越来越深地感觉到 不好好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积累一钻一瓦 怎么可能有系统化的高楼大厦 人不需要永远 每一刻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他总要有几个时刻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今天我在得到平台上面开专栏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在订阅这个专栏的时候 在每天收听的时候 在每天给我交作业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薛兆锋教授 谢谢薛兆锋教授 我跟薛老师其实是很多年的朋友 但是即使如此 我邀请他到得到来 那是费尽了千辛万苦 有空我就说服他 有空我就说服他 但他一直不答应 一直不答应 一直到最后答应的时候 我反倒不习惯了 你为什么答应啊 后来有一天他给我发微信 说我漫长地邀请他的一年时间里 分别有三次打动了他 第一次我告诉他 我听过你的课 他说这意味着 我知道他的水平 第二句话 说我告诉他 如果你的产品不好 我是不会让你上线的 说明不仅他爱惜羽毛 我也爱惜羽毛 我会为我的用户把关 那第三句话就是 我告诉他 这不只是一盘生意 一个专栏 这是一个千秋大业 这是一个学术工程 将来你是要出书的 你的名字是要写在上面的 他知道我是玩真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我把他请到得到APP 来开专栏的那一刻 我知道有一件大事在发生 大家想想 过去想听徐老师的课 怎么也得高考六百分以上吧 你的年龄得合适吧 过了那个村是没有那个店 你要上北大的 但是在得到APP的 薛老师的专栏里面 就是这个二维码 大家有空可以扫一下 199一年 每天十分钟 你可以拿到原汁原味的 系统的 他精心备课的经济学 这一刻 是一个很小的事 但是它在历史上 还发生过一次 就是当年 古藤堡发明印刷机 启动了整个印刷文化的时代 每一次人类的 这种技术革命 都是这样 就是用最新的技术 把积累下来的那些知识 再生产一遍 再呈现一次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一定会变得 更加的便宜 让用户更容易地拿到它 所以薛老师来 得到APP的那一天 我知道这件事情 时隔几百年 再一次发生 谢谢薛老师 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有一点小心得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想劝一个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是劝 只是劝 最后起作用的 一定不是你的哪句言辞 而是你认真 他就会认真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正式发布 今天晚上的第11号产品 薛兆峰的 北大经济学课 谢谢薛老师 好 紧接着我们进入 第十个产品的发布环节 谁能用五年时间 让汽车的售价 降低五倍 谁能每小时 盈利一百五十万美金 谁能用一句话的建议 赚取一万美元 谁能连续带领三家企业 进入世界五百强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就是一家企业 清华大学管理学教授 宁向东 每天讲解一个管理学管理 用那些创造奇迹的管理智慧 帮你找到方法 破局而出 做好自己的人生管理 宁向东的清华管理学课 人人都用得上的管理学 得到APP出品 有请得到作者 宁向东 大家好 我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 宁向东 我教管理学 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一点 我自己的学术经历 2001年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 送我去哈佛商学院的经理班 去学了三个月 请你注意 我去的是经理班 哈佛商学院 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 在我心目中没有之一 因为它是全案例 讲实战 任何人到这儿教书 先教MBA 也可能教十年 教二十年 等你长大了 再来教我们这种经理班 能在我们这儿开一门课的 都是老油条 什么是老油条 五十岁开外 有实战经历 可以跟业界对话 像我这样 有一天啊 我和一个老油条聊天 是一个组织行为领域的大师 我们聊起来 东方的管理智慧 讲起一个叫江心比心 他就问我 什么叫江心比心 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说我有一个企业家朋友啊 他除了管企业之外 还搞定两类人 一个是学校的校长 一个是医院的院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他的骨干 两件事最重要 小孩上学 老人看病 搞定了校长和院长 骨干心里没别的事 只有一件事 搞好企业 这老油条听完以后 说了一句 Interesting Interesting啊 你翻字典是有趣 准确的意思呢 就是无语的时候 说一句 好吧 这个好吧 确实是刺激到我了 因为我以前 没有认真想过 西方的管理理论 和东方的管理智慧之间 怎么衔接 西方管理理论 怎么落地 所以我感谢哈佛 给我树立了一个 学术愿景和学术使命 我就想做这件事 后来呢 很幸运 我看到了一部手稿 是宁高宁的手稿 宁高宁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是现代中华集团的董事长 宁高宁是在美国 度的MBA 八十年代 很早 宁高宁后来到了华润 华润那时候是小公司 几百人 宁高宁在基层做起 多基层 我告诉你 没兵 宁高宁的第一个兵呢 叫黄铁英 黄铁英现在在北大 黄铁英写过一本书 你一定看过 海底捞你学不会 宁高宁呢 从这个几百人的 小公司的基层做起 一直做到了 华润的董事长 黄铁英开玩笑说 我跟不上他了 去美大教书了 宁高宁很用功 我今天把这个手稿 带来了 这个里边 大量的思考 用逻辑框图 用概念 用分析 去追问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啊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这个手稿上 我试图从里边 找到一点 我刚才的疑惑 因为这个是 中国企业家 接地气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 我有了个顿悟 我从这个字里行间 看到了一个字 局 我豁然开朗 什么是局 局就是资源之间 相互的关系 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这个东方是讲 人要做事的 人只要做事 你只要心里有愿景 想往一个方向去努力 你就会发现 你立刻被周围的资源 所包围 有些资源是支持你的 有些资源是阻挡你的 有些资源 先前你从来没有想过 它跟你有关 它是圈外的资源 比如刚才我讲的 这个例子里边 医院的院长 和学校的校长 企业家先前没有想过 但是他看到 他的骨干 被困在一个局里 他们的骨干 要小孩上学 老人看病 他把这个资源 拿过来以后 就帮助骨干破了局 然后他破了一个局中局 骨干只有一件事 努力工作 为企业发展效力 所以如果你要是 没有局这个概念 那你就觉得这是搞关系 根本不是搞管理 但其实恰恰这就是管理 而且是接地气的管理 是从实践里边 提炼出来的管理 这是智慧 所以我现在对管理学 有一个定义 就是管理学本质上 就是教人如何破局 管理学的核心是人 管理学要重新地去用智慧 调悟资源 找对方向 破局而出 所以宁向东的 清华管理学课 就是以故事为线索 去讲管理学的智慧 我精心选了200个左右的 管理场景 管理主题 和你来分享这个智慧 人人都需要管理学 其实我也需要管理学 因为我也要破局 坦率地讲 当我接到这个邀请以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局 因为过去我在清华教书 我习惯的场景 是在教室里面 我看到学生 能看到他的反应 然后我来调整内容 但是在得到的平台上 你能听到我的音频 我看不到你的反应 所以我的困局 还需要你来帮我一起破 但是我会努力 因为人人都需要管理学 人人都需要分享知识 我希望把我的知识 传递给你 将来如果你破局而出 我对你只有一个期望 就是把你的破局心得 破局智慧 告诉身边的人 传播知识 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 最大的心愿 请你帮我完成 谢谢大家 谢谢宁向东老师 你看啊 刚才两个产品 一个是薛兆锋的 北大经济学课 一个是宁向东的 清华管理学课 多么的对仗 哎呀 但真的不是我们有意为之 北大清华 或者说清华北大 他们就是这样 肩并肩的牛嘛 薛兆锋老师和 宁向东老师的智慧 就是这么遮掩不住嘛 我们的用户 对于这种成体系的 高大上的知识的 渴求 就是这么喷波而出 所以没办法 我们必须做这个产品 说到破局而出 宁老师跟我讲这个词的时候 我当时非常震撼 因为这也更新了我自己 对于一个人成长方式的理解 正好在那段时间 我读到了梁宁的一篇文章 里面有一句话 在大屏幕上有 叫所谓成长 就是随时把自己碎掉 然后重建 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观世界 当他遇到很多客观现实的时候 都不匹配 怎么办 有的人采取的方法就是 反弹回去 觉得自己很受伤 来 安慰我 还有一种人 遇到任何这种不匹配 受挫折的情况 立即把自我碎掉 把那个局碎掉 然后把那个 把它碰碎的东西放进来 然后重建自我 会学习的人 这样的场景 可能每天随时随刻都在发生 成长就是破局而出 自我碎掉 然后重建 所以宁老师的清华管理学课 它已经不再是那种 讲给老板 董事长 公司领导者听的管理学 它是每一个人的管理学 这个产品 我们正在紧急筹备 不日上线 好 下面我们就正式发布 今天晚上的第十号产品 宁向东的清华管理学课 谢谢宁老师 下面我们进入今晚 第九号产品的发布环节 它是 如果你仰望星空 你会看到一个苹果 如果你看到一个苹果 你会研究它的来历 如果你研究它的来历 你会探索一个定律 如果你探索一个定律 你会想要一个结论 如果你想要一个结论 你会陷入矛盾 如果你陷入矛盾 你需要仰望星空 卓克 资深科普达人 带你仰望 群星闪耀的科学星空 每天八分钟 六十个科学大世界 从了解到熟悉 让你看清 世界发展的线索 卓克 科学史每天八分钟 用科学强大内心 得到APP出品 有请得到作者 卓克 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三个科学发现的故事 跟大家一起来感受 不平凡人的平凡的瞬间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69年 阿波罗10号飞船 为最后一次登月 做模拟飞行 这次的任务呢 是要求登月舱 跟主飞船分离之后啊 降落到离月球表面 只有14公里的高度 然后再返航 当时NASA呢 为了防止这些宇航员 头脑一热 提前登月 特地就没给登月舱 加满燃料 如果这些宇航员 真的就降落到月球上 那他们就再也别想回去了 所以当10号上的宇航员 再回到地球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因为他们曾经距离登月 就差那么最后一小步 但是只有一个人 是唯一弥补了遗憾的 他就是宇航员 尤金塞尔兰 因为在三年之后 他又乘坐阿波罗17号飞船 再一次回到了月球 这一次呢 他在月球上 要执行三天的任务 我要说的这第一个时刻 他拍了一张照片 就在他拍照的时候 月球正好处在太阳与地球之间 阳光就把地球照得又大 又圆又亮 尤金就抓住这个时刻 按下了快门 可以说 就在这个时刻 连尤金的人生都得到了延续 因为这张照片 后来成为全世界出版界 凡是提到地球 使用次数最多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其实在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 因为它就是微信的开屏画面 第二个故事 发生在1832年 数学家加罗瓦 为了一个心爱的姑娘 跟人决斗 枪战 可是在枪战的前一天晚上呢 她并没有练习射击 她在拼命地给一篇论文补证明 这篇论文呢 是研究五次方程是怎么解的 其实啊 这篇论文它早就已经写好了 但是当初写的时候 写得太消法 落下了不少证明过程 如果就这么给交上去 那估计谁都看不懂 可是她呢 又特别特别想把 这篇论文中的思想给传下去 所以这些证明是不得不补啊 那天晚上 她一直补到夜里两点 都没有写完 后世的数学家提起加罗瓦 最著名的 就是她写的草稿纸空白处的 那句短语 时间不够用了 加罗瓦呢 在那天晚上 一直写到了夜里两点 但是 第二天 她的决斗还是输了 她就为了那个心爱的姑娘死掉了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加罗瓦在那天晚上 补证明的过程 其实跟很多同学 在暑假最后一天晚上补作业 那是非常像的 这个瞬间在生活中很常见 但是不平凡的是 加罗瓦在那天晚上 补证明时候用到的一个数学工具 是她自己发明的 这个数学工具后来花了 欧洲的数学家十几年 才完全地消化理解 后来这个数学工具 在加罗瓦逝世之后的第26年 就写到了欧洲大学的数学教材之中 这个工具现在呢 可以用来求解还原魔方的最小的部署 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晶体的结构 所以也可以说 它现在可以用来 指导CPU的制造跟生产 加罗瓦在不到21岁就去世了 但是他抓紧生命 最后那几个小时写下的东西 让他不再平凡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1929年 物理学家弗里茨和他的女朋友 在晚上散步 当时四周很安静 气氛也有一些浪漫 他的女朋友就感叹道说 你看这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 多美呀 弗里茨听到这句话呢 一把搂住了他的女朋友 郑重其事地跟他说 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 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 他的女朋友听到这句话呀 一愣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最后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我想啊 在场的很多人 尤其是理工科的 都对这个尴尬的瞬间很熟悉 其实弗里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那篇关于恒星发光机制的论文 就躺在他的抽屉里 还没来得及发表 现在我们知道 恒星之所以可以发光发热 靠的是核心处的氢 巨变成氦 可是在1929年之前 是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一点的 后来呢 人们在弗里茨的工作上 又发现原来不只是氦元素啊 连碳 氧 氮 氯 氯 这些元素全都是通过这种机制诞生的 而这些元素呢 是组成生命必备的元素 所以也就是说 地球上每一个生命 都是源自恒星的核心处 知道了这个道理 我们再来看 弗里茨在那天晚上 他用来讨好女朋友的那句话 那背后蕴藏着一个多么深刻的道理啊 但可惜 他的女朋友在那一刻 没法理解那么多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很戏剧 因为他的女朋友最终 也没有跟他牵手 他反而是嫁给了 这篇论文的第二作者 弗里茨在那个尴尬的晚上 也许说了很多杀风景的话 但他可是人类永远的知识啊 就在弗里茨说那些话的时候 他就不再平凡 刚才我说了三个故事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生命是短暂的 而科学发现的一瞬 让生命超越了时间 科学史是无数科学家 努力发现的瞬间 科学史是无数不平凡的人的 平凡的瞬间 我讲科学史呢 也是希望把它还原到 每个普通人都可以理解的瞬间 拉近你与科学的关系 像看踏边一样 带你领略60位科学家的一生 也许啊 沉浸在这样的内容时间久了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生出 科学思考跟独立思维 我的心态呢 也是希望把 《卓克科学史》这个节目 做成超越我生命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卓克 卓克跟我讲 他的这个节目 这个专栏 核心精神就是 普通人也会有不平凡的瞬间 那他的主理人 卓克怎么能平凡呢 所以我们就拼命挖掘 他身上有什么不平凡的地方 我们终于找到了 你看这几个人 第一位 哥白尼 第二位是写神曲的诗人 弹钉 第三位 卓克 第四位是发明无线电的 马可尼 第五位 画家丢乐 第六位 经济学家基尼 就是提出基尼指数的那个人 那为什么卓克在这中间呢 他们都是校友 号称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 叫布洛尼亚大学的校友 后来 我跟卓克一对 我发现我们俩也是校友 我们俩是本科校友 所以我就那一天很激动 因为我只要绕这么一个弯子 就可以和哥白尼扯上关系 对 这其实就是 卓克跟我们讲的那个精神 每一个普通人 都可能有一些伟大的时刻 其实就在策划这个栏目的 那个时刻 我们也觉得挺伟大的 为什么 因为卓克原来是在做科普的 科普是什么 是我懂你不懂 你需要入门好不好 说点浅显的把你接进来 这叫科普的精神 但是科学 即使是一个领域的大神 对另外一个领域也未必很懂 入门 我入得了那么多门吗 有没有一种管道 让我们直接通向科学精神 最隐秘 最深脆的那个地方 那天我们终于想到 这个非常平凡的词 叫科学史 我还记得我高考结束的那一天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中学的数学老师 他到我家来玩 他跟我说 你高考考完了 我终于可以跟你说一句实话 他说你们学的那个数学 你们把公式定理和习题 当成了数学 数学是啥 数学是人类在历史上 解决一系列难题的过程 你们看到的定理习题 那只是数学的结果 那不是数学本身 他说如果我要写一本 中学数学教科书的话 我会写成数学史 对 历史是我们谈论很多东西 唯一可行的方法 因为它让我们站到一定的高路 回看来实路 然后达到那个最优深 隐秘的所在 所以很多人在问我 说传播知识 怎么才能不枯燥 我觉得这就是 卓克正在实践的这个方法 叫回到人 回到历史 然后再出发 好 我们现在发布 即将上线 现在还没有 的第九号产品 卓克科学史 谢谢卓克 接下来我们进入 第八号产品的发布环节 艺术大师 什么时候才会免费 什么样的马桶 才会被称为艺术品 谁是最自恋的艺术家 为什么画得越不像 越有艺术价值 比亚索眼中的公牛 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贝多芬 双耳失聪 却仍然可以继续创作 美国布朗大学学霸 袁博军 带你理解人类 两千多年来 所有艺术的背后逻辑 一年呈现267艺术史 内容涵盖 绘画 表塑 建筑 音乐 诸多艺术领域 颜博军 西方艺术史 每天一小步 登上艺术殿堂 得到APP出品 有请得斗作者 颜博军 我曾经花了很多力气 在网络上 想告诉琴同家长们 学钢琴不是为了考十级 因为即便你考过了 也未见的就懂音乐 懂艺术 因为考级 基本只考技术 你弹得快 准 狠 别太出错 基本上都能通过 考级不考艺术 这就让我想到 我们总是 喜欢把艺术理解为 一级一级长长的阶梯 认为只要交足够多的学费 上足够多的课 考足够多的证书 就能一级一级地爬上去 成为读懂艺术 享受艺术的人 而我们这些 没有爬过那个阶梯的 普通人呢 似乎艺术的大门啊 就对我们永远地关上来 其实我们经常容易误解 错把技术当成艺术 其实 技术绝对不是 艺术追求的目标 而是与人性相交织 去推动艺术进步的手段 比方说 为什么巴赫大部分的钢琴曲 听上去都波澜不惊 没有什么起伏 而且它的普面上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强弱记号 难道真如很多乐评家们所说的 因为巴赫的基督教信仰 导致它排斥人类的激情 所以它的音乐 天然追求一种清澈平淡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巴赫的年代啊 能把钢琴的音弹出强弱的 我们这种现代钢琴 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直到普鲁士国王 斐特列二世 对新型的 能把音弹出强弱的钢琴 进行了大力的推广 以及挖掘 我们今天啊 才有幸能听到 有激情的钢琴音乐 当时斐特列二世 还把巴赫请到了 他的宫廷当中 给他介绍了这种新型的钢琴 据说啊 巴赫他老人家 当时就非常喜欢 而且立即为这种钢琴 补写了许多 有强弱音的钢琴曲 所以说不是巴赫不想有激情 是那个时候的时代 不允许他有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大家肯定都熟悉 就是为什么印象主义的绘画啊 看上去都是一团模糊的感觉 那么这个问题呢 如果从纯艺术的角度上来看 似乎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换一个方向 触类旁通 这个问题又变得非常的简单 迎刃而解 我们都知道 绘画的表达方式啊 主要分两个维度 分别是形状和色彩 而可能你不知道的是 在印象主义绘画诞生的档口啊 刚好是照相技术发明的时代 换句话说 你如果以形状来作为表达方式去作画的话 你画的再像怎么可能会有照相迹象呢 所以说 所有的以形状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古典绘画 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被迫 从另外一个维度 也就是色彩来寻求新的表达 印象主义绘画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 把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色彩和光影上 抛弃形状来作画的新方式 然而像莫奈这样的高度近视眼 他看到什么画什么 那自然就是一团模糊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音乐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 好 我相信这是一段人人都耳熟能详的旋律 没错 乐圣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最后一个乐章 欢乐颂的主旋律 那为什么这样一部交响曲 可以成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我相信啊 这肯定是跟贝多芬的精妙作曲手法是分不开的 但是你很可能不知道一点 就是在这部交响曲当中啊 贝多芬史无前例的 第一次把合唱团放到了一部交响曲当中 所以从上面这三个例子看起来啊 好像理解艺术和体会艺术并不是那么难 第一次用有强弱音的方法去演奏钢琴 第一次把所有注意力放到色彩和光影上进行绘画 第一次把合唱团放到一部交响曲当中 并让所有歌唱家做足50分钟才开始演唱 这些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 似乎稀松平常 但是古代第一次这样做的艺术家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这样看来 艺术其实很简单 艺术就是去追求 那个表达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去说话 所以我的订阅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我不是很满足于去讲风格定流派 也觉得文学性的形容词早有一些冗余 我要追求属于我的艺术史讲法的一个小突破 那就是我的订阅只专注于 所有伟大艺术的突破与创新的瞬间 那个黄金一刻 那对于你来说呢 你也可以马上做到一个 你在艺术方面的小突破 那就是先买我一年订阅 好 那么 接下来一年 跟我学习艺术史 跟我一块儿学习艺术史 每天一小步 登上艺术殿堂 让我们一起来理解 人类何以变得惊天这般伟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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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个艺术师 但是找老师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找了一年多 本来是想找一个比我老的老头 结果找到了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孩 但是好在推荐人很牛 把严波军老师推荐给我的是 钢琴家朗朗和青年指挥家于露 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 那个时候我还没听过啊 就是他的小提琴水平是接近于专业 他少年时代就组建过室内乐团 他自己几乎踏访遍了全世界著名的美术馆和艺术馆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根本就不是学艺术的 他是学物理的博士生 辍学 这样的一个人 能不能做好西方艺术史这个专栏 我们一直很打鼓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反复交往 一直拖了一年 反复打磨 他太让我震惊了 就是一个学霸 兴趣那么广泛 他对一门知识的洞察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深度 这是年轻的严波军老师给我的震撼 我讲个故事吧 其实也是艺术史上的事 有这么一幅画 叫《创世纪》 它画在西斯廷教堂的顶部 天花板 那它的作者是谁呢 是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 米开朗基罗 但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因为当时教皇 西斯廷教堂是教皇的私人礼拜堂 他是有自己的宫廷首席画家的 那个人是谁呀 同样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叫拉斐尔 教皇为什么不让拉斐尔这个画家来画 而要请米开朗基罗 这个雕塑家来画 这件事情可能是艺术史上永恒的秘密 有很多猜想 但是都没有正史的记载 但就这样 当时的雕塑家 也算是小小地跨了一点行吧 来画画 结果就出现了这个《创世纪》 以及这个画面大家都知道 它永远定格在艺术史最璀璨的作品的名录上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不是这个有点跨界的外行 可能这幅作品根本就没法诞生 第一 因为米开朗基罗是雕塑家 所以他就可以把雕塑当中的很多技法 应用到绘画里面来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他算办个外行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工程量有多大 所以他贸然地接了这个活 这幅画将近五百平米 而且是在天顶上 他必须仰着头画 五年时间创作完成 完成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岁数并不大 但是眼睛完蛋了 颈椎也完蛋了 所以后来虽然他又活了五十年 但是此后五十年 他读信也只有这样读 今天 严博君也算是小小地跨了个界 我知道其实你低估了工程量 跟米开朗基罗当年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希望的是 他毕竟可以带来很多其他领域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典型的物理学家的那种 表达一个问题 力求简洁 深刻和穿透性的能力 所以一个兴趣广泛的学霸 带着物理学的智慧 带着一种超强的表达能力 和对艺术一直来的热爱 严博君西方艺术史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下面我们就正式发布 今天晚上的第八号产品 严博君西方艺术史 谢谢严老师 下面我们进入第七号产品的发布 为了天使轮融资 该出让多少公权 CTO跟不上创业速度 怎么劝他退出 怎么培养员工的冲劲 被并购竟然也是一种创业目标 CFO的工作跟财务总监有什么不同 应该什么时候开始防备 竞争对手的暗算 政府关系跟公共关系能合起来做吗 真格基金创始人 天使投资人徐小平 20年的创业投资经验 陪你走过未知的逆境 你一忙 困窦 帮你塑造创业思维 审视处境 突破现状 徐小平 创业学 教你怎样打造一家好公司 得到APP出品 有请真格基金创始人 得到作者 徐小平 大家好 罗盼好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稿纸吧 我先讲一个幕后的故事 刚才下午准备的时候 罗盼跟我说 小平啊 大家都脱稿 你也必须脱稿 我说大家都脱 我偏不脱 为什么 对吧 否则怎么显示我的 语中不同的地方呢 老罗 他说现在是全国直播的吧 老罗也没办法了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两年半前 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 一位创业者 与我去谈融资的事 他当时正在准备辞职的过程当中 我还在紧张不安的心情 去见他 这位创业者 是国内一个 绝对龙头企业里面的 一个绝对的顶级高管 年轻那种千万级的人物 如果他创业的消息传出去 投资人一定会带着支票簿 挤破他的大门 我跟这位朋友 是真正的好朋友 但是面对竞争 我还真的没有把握 能够拿下他 所以见到面来我就问 我说你要融多少钱 他说我要融 六千万人民币 六千万 这是一笔巨款 对于天使投资人来说 我们一般只是在 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这么大的数字 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关注的范围 所以我就问 那六千万 你给我多少股份呢 他想了想说 不太自信地说 顶多百分之六十吧 听到这句话 我立刻恢复了自信 恢复了作为天使投资人的 价值和尊严感 我就跟他说 刚才我还觉得 我可能配不上头你 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能拯救你的这个项目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 一个创业公司 除了两三个合伙人 一个想法以外 其实是一无所有 它最重要的资产 是什么 就是公司的股份 想象中的股份 股权是企业的命根子 心血管 栽基地 是企业的一切 创业跟打工 有什么不同 创业跟打工有什么不同 创业是带股权的打工 有股权的是股东 没股权的就是打工 如果一个创业公司 一开始就放弃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就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它失去控制权且不用说 它实际上就没有足够的空间 为它的员工提供股权激励 所以我就建议它 不妨先融六百万人民币 释放百分之六的股份 用这笔钱呢 组建团队找到办公室 做出最初的产品 然后再出去融钱 我说 我相信不要半年 你只要释放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能融到六千万 它听了我的话 挺激动 但是转眼一下说 那万一半年以后 融不到六千万怎么办 我说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敢要六千万 而且我敢保证 有人一定会给你 半年以后 你都反而没有自信了 你都冲业了精神 哪里去了 听 对 再来一下 半年以后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半年以后 这家公司 如期完成了第二轮融资 我当初的承诺 并没有实现 因为它用百分之十的股份 融到了1.8亿人民币 比我的预言超过了三倍 这家公司 就是著名的 共享办公空间的游客工厂 这位创业者 就是毛大青 毛大青是 当时是万科局的副总裁 万科北京一把手 创业者里边 最会跑马拉松 马拉松里边 最会创业的 亲亲哥 都说创业艰难 但最大的艰难 在于 创业者本身 他们有创业的冲动和梦想 却没有创业的经验 与认知 初恋时 我们不懂爱情 初创时 我们不懂创业 好吧 你已经决定要创业了 足够你 但如何寻找合伙人 如何谈判股权分配 如何建立意识热忱 如何建立决策机制 创业需要钱 去哪找钱 找谁的钱 融多少钱 在创头界 我们对钱 分为聪明的钱 和愚蠢的钱 为什么有些创业者 零要某人的五百万 不要另外的一千万 聪明的创业者 找聪明的钱 你懂的 现在 你抵达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产品出来了 但是 怎么推断产品 怎么获得用户 用户不喜欢 大家要求退货退钱 怎么办 大家太喜欢了 供不应求 牛怎么办 公司越来越大 麻烦一定越来越多 竞争对手 可能黑你 行业巨头 可能要脸压你 你最终的高管 可能会移情别恋 到别的公司里 来跟你竞争 媒体可能会挑战你 政府也会监管你 这种种问题 整是一个男子了得 创业建能 因为创业本身 就是一个专业 就是一门学问 过去二十年 我曾经是一位创业者 经历过创业企业的 全部的风风雨 我参与创建的企业 现在是一个 接近千亿人民币的 伟大的公司 他叫新东方 教育集团 十年前 我开始做天使投资 总共投过了 超过五百家企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创业思考 形成了我的创业学 在罗振宇 罗胖的 鼓励和诱惑下 我决定把过去二十年 创业的经验 讲出来 在得到平台上 推出 徐晓斌创业学 与全国有志创业的朋友们 分享 注意 是免费的 免费 徐晓斌创业学 这里的每一个故事 都对应着 百万千万 金钱资本的 悲欢离合 这里的每一个观点 都浓缩着 活生生 汗淋淋 泪汪汪的 创业人生 有道士 人人都说创业好 就是创意 太难找 人人都说创业好 就是团队 很难搞 人人都说创业好 就是竞争 惹烦恼 难找 难搞 惹烦恼 徐晓斌创业学 来指导 创业的经验 谢谢大家 创业的经验 与学问 有多重要 据说罗胖 还有话说 说吧 好 谢谢徐老师 汁水一定要让 谢谢大家 汁水一定要让 它这个产品免费 也是为了一个报复 因为大概是在三年前 那天我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 就是我要不要创业 因为当时我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要创业 把摊子支起来 我要付一笔很大的钱 大到我可能要去卖房子 但是当时我对创业也没有信心 我就跑到徐老师家里 在他家的餐桌前 我问他 我说我舍不得卖房子 那你给人写欠条 我说这一签下去 那个钱可能将来 也是要卖房子的 他说胖子 你信我 再过几年 你花这笔钱 去买到一个机会窗口 买到一个时间 你信我一定值 几年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钱值坏了 我心里就开始骂骂咧咧 又不是你出钱 但是我毕竟是徐老师 很听话的一个学生 那个欠单我就签了 然后就到了三年后的现在 然后我们就做了得到APP 然后我就又跑去找他 在他家的餐桌前 我说好人做到底嘛 送佛送到西嘛 把你的毕生绝学 能不能拿出来 做成得到APP上的 一个产品呢 这就是徐小平创业学 这个产品的来历 当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做 我们只是把它发布出来 然后他那么忙 我们希望让全国观众都见证 你亲口答应要做的 好 得到APP不仅是想把过去已经生产出来的知识 写在纸上的再生产一遍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把没有生产出来的知识 比如说创业学 这些变动极大 充满个性化的动场 过去写书也赶不上世界发展速度的那种知识 能不能把它生产出来 徐小平创业学将是我们的一个实验 为这个实验 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贵的小老鼠 小白鼠 徐小平老师 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知识实验来做 好 谢谢徐老师 下面我们要正式发布今天晚上的第七号产品 徐小平创业学 谢谢徐老师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六号产品的发布环节 你认为创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赶上风口 猪都能飞起来 我们的产品很好 就败在了营销上 最重要的是找人 找钱 要有all in的心态 团队的利益分配机制太重要了 渠道才是关键 融资决定生死 产品不好 啥都白扯 成功了 啥都是战略 失败了 战略啥都不是 创业是一头大象 你是否蒙着眼睛在目 想看清创业的全貌 罗永浩 锤子科技创始人 与你分享创业五年龄 用真金白云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和你同步 未来每一天遭遇的挑战和应对 罗永浩 干货日记 你应该提前收藏的创业经验 得到APP出品 有请锤子科技创始人 得到作者 罗永浩 谢谢 谢谢 我可以开始了是吧 好 这个 我今年的5月15号呢 应邀在得到开通了这么一个专栏 叫做创业的干货日记 那么之所以开通这么一个专栏 是因为过去的5年我经历了这个血泪交加的这么一个创业史 然后呢 今天处在这么一个创业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东西拿出来跟那些有志于创业或打算参与创业的人拿出来分享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呢 我们就这个在得到开通了这么一个专栏 然后我们开通这个专栏之后 有些人问说 你这是给创业的人用的 那他我们在正常的人里 他会认为创业的人是不正常的人 他说在我们正常人里 创业的人少数 你写这个东西给谁看呢 很多人会有这样想法 所以呢 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 就是说2015年的时候 腾讯的这个叫做企鹅智库 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文件 在20多个城市对5万多个人 做了一个调查文件 其中的这个结果是很让人吃惊的 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 这些城市的人当中 40%左右的人是经常会考虑或想到创业这件事 有30%左右的人呢 是偶尔会想到创业这件事 然后有19%的人呢 是已经走在创业的道路上了 还有只有不到3%的人呢 是从来没想过要去创业这件事 所以今天的中国实际的情况 就是说97%的人或多或少 都需要了解创业这件事 即使你不去创业 仅仅是参与创业 或者去创业公司打工 都要对这个有所了解 我们过去的创业5年呢 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很多人 去一家创业公司打工的时候 没有想得很清楚 他去参与创业公司的时候 理由都是很荒唐的 比如说有的人去创业公司 只是因为他原来的 比如说老上司去了这家创业公司 然后呢 他们俩感情很好 那个人招他过去的时候 他甚至没了解 那个公司怎么回事 就跟着过去了 这个从职场的选择来讲 是很不理性的这种行为 是吧 还有的人过去呢 只是因为那个公司 据说女员工多一些 美女多一些 他就过去了 这种是非常幼稚的 还有的人呢 更荒唐 仅仅是因为那个公司的老板 据说会说相声 然后呢 他就 为了这么荒唐的理由 他就跟着过去了 最荒唐的是 那个说相声的老板 现在还在做手机 基本上正常人是不会去的 但是呢 他基于这么一个荒唐理由 他想这个创业都很辛苦 繁忙的工作 熬夜 加班之余呢 如果这个老板在边上 给说一段相声 他觉得也挺值得 就这么去了 这么看了太多 这种荒唐的例子呢 是觉得说 不管你是创业的 还是参与创业的 还是仅仅是去创业公司打工的 都需要对这个有所了解 否则在这个时代 你可能在职业规划生涯上 会犯一些 很糟糕的这种错误 是吧 基于这些呢 我们觉得 做的这么一个专栏 可能对很多人 不光是创业者 仅仅是参与创业 或去创业公司打工的人 都能提供一些 实实在在的帮助 所以 这也是我结合过去五年的 这个实战经验 经验总结教训呢 还有思考这些 拿出来的是 来自创业一线的这些 全是干货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么我想说的是 今天的中国 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 这么一个创业的大时代 处在这么一个 创业的大时代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说 有点像是什么呢 处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很多人是事后才知道 那是一个伟大的 地理发现 大发现的时期 是吧 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呢 最过瘾的就是 你自己弄一条船 去做一个船长 这是最过瘾的 再不计呢 你去做一个船员 跟一个好船长 也是不错的是吧 实在不行 比如说那时候 可能不怎么招女船员 那你至少嫁一个船员 也是可以的 是吧 如果你嫁个船员 也有困难 我想说最后一条 就至少到码头去看一看 是吧 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否则呢 很可能大家高高兴兴 吃海鲜的时候 你连虾皮都吃不到 是吧 所以好歹去码头看一看 那么得到呢 就是这样很好的 一个大的 大型的码头 是吧 你可以到这个码头 去看一看 这就我想跟大家说的 所以最后呢 我想说的是 结合我这五年 我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 和这个结论 就是说 我就是因为没有我 所以这过去的五年 才走得这么辛苦 是吧 我当年要是有个我 和我的专栏 该货日记 是吧 这五年不会走得这么辛苦 所以呢 相信我这个该货日记 会对有志创业 或参与创业的人 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对面的那个罗胖 说服他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几个月前 我们俩做了一个节目 也是这么面对面 叫长谈 那个节目 创下了电视史上 不是收视率最高的记录 而是时间最长的记录 我们就那么一直聊 一直聊 现场聊了九个小时 后来在深圳卫视 做成了一个 四个小时的节目 那天晚上 我是筋疲力尽 走出录制现场 我跟我的CEO 我的搭档托不花说 我说我今晚 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就是楼影号 成了 你别高兴 你别笑 我没说你手机 还走 我说的是 他本人和锤子公司成了 因为过去 我三年创业 我一直以为 创业的目标 是要做产品 做服务 是要上市 是要挣钱 或者是一堆其他的东西 什么情怀 他说的 什么工匠精神 但是那天晚上 我面对面采访他 九个小时之后 我突然知道 创业的目标 到底是什么 是做一个企业组织的综合能力 过去五年 我们看他做手机 我们看他开发布会 看他被黑 被非议 然后再做手机 再开发布会 好像一切都在原地打转 在循环 但是有两件事没有变 第一件事就是 他还站在那 第二件事就是 他的手机和他企业的综合能力 在稳步提高 这个过程 他向整个市场 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是玩票的 他不是说向人 他真的是玩真的 真的在做手机 而且有本事带领大几百人 搭建出一种组织能力 所以如果说创业 怎么做产品 怎么做服务 那个东西真的没法分享 没法学 太个性化 但是如何打造一个 企业组织的综合能力 要相信一个五年的老鸟的经验 这是可以分享的 所以现在还犹豫什么 掏出你们的手机赶紧扫啊 那个二维码 罗永浩干货日记 我向你致敬 我向二维码致敬 因为我也是个创业者 看看这两个字吧 中国有两个很著名的姓 一个姓马 马华腾马云的马 老马家算是代表了中国的财富精神 还有一个字姓罗对吧 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 罗永浩到了得道以来 是不是很多人就更傻傻地 分不清楚两个罗胖了 我说没关系 让局面更乱一点 因为我们老罗家 注定要代表奋斗和创业的精神 所以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罗马不是一夜建成的 招什么急 好 我们就正式发布 今天的第六号产品 罗永浩干货日记 六号助你睡 好 谢谢老罗 接下来我们进入 今天晚上第五号产品的 发布环节 这个产品其实得到的老用户 都非常熟 叫每天听本书 这个产品其实是有来历的 它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个需求 当我每天看书 面对那么大量的书 实在看不动的时候怎么办 我在过去几年里面采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我信任的看书的朋友 问他 这书你看了吗 告诉我他说啥了 哪好 你为什么要看 然后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的人 当一本书问过他之后 我就知道了 大概的意思 我就不必再去看了 过去很多年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剥削 我身边那些聪明人的智力 然后做了得到APP之后 我在想 这种剥削方法 有没有可能产品化 这就出现了每天听本书 它本质上既不是声音书 也不是书评 它不是 它是人格化的转述 找一个我相信的人 告诉我 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给我这么一个线头 然后我再去扩展我的知识边界 过去一年 每天听本书这个栏目 说实话做得非常难 因为有这样能力的人 其实在社会上 还是凤毛麟角 愿意专业化地投入做的人 也非常少 所以每一本书 我们计算了一下 要经过132个小时的准备 要至少五个人的协作 才能完成这样一个 每天听本书的产品 而我们的用户呢 你只需要拿出30分钟 和4块9毛9 就可以拿到这本书 那今天我们要发布的 是这个产品的升级版 它叫每天听本书的年卡 一年365天 帮你提高效率 那算个数嘛 4块9毛9乘以365 是这个数 1821块3毛5 但是我们怎么可能 卖这么贵嘛 不可能 1200 那就499好了 好吧 我们决定了 365 但是这个促销力度就够了吗 不够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虽然它叫每天听本书 但是我们决定 加大马力生产 当你买了365的 这个年卡之后 每天我们会至少 在一段时间之后啊 更新两本 甚至更多 不管多少 只要你是这个年卡的 VIP用户 全部暴走 这个促销力度就够了吗 还是不够 后来我们的技术人员又开发了一个功能 就是你买 每买一张年卡 可以分享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或者是家人 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 刚才这一段 特别像电视购物对吧 但是这背后有一个颇天大愿 我们想用这种方式 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那些经典著作 全部生产一遍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 我们准备了几千万的资金 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工厂 应该不出两年 得到APP将做成中文市场最大的转述知识库和版权库 这是我们的愿景 这就是我们的颇天大愿 谢谢各位 好 那我们就正式发布 今天晚上的第五号产品 每天听本书 VIP年卡 接下来发布下面一个产品 我刚才在说每天听本书的时候 很多人心里自然会有一个疑问 你们生产的东西靠谱吗 因为它毕竟不是书本身 它是一个人的转述 得到的用户到今天为止736万 我们的用户在上面花费的学习时间是 2752年 对这样的数字 我不得不心存敬畏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的每一个同事 把自己打磨产品的心法 不曾浪费过一分 我们把它全部汇集了起来 这本身是我们公司内部管理 知识生产的一个内部的手册 我们称之为叫得到的品控手册 就是怎么控制产品的质量 这个手册 这个手册今天经过我对我同事的征询意见 原汁原味我们全部公开 作为今晚的第四号发布品 各位看到的就是我们同事自己用的 这个手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它在迭代在生长 它永远没有写完的那一天 我们公开是想进这个市场 比较领先的公司的义务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行能够参考 所有想进入知识服务这个行业的 潜在的知识服务者 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当然我最想让你感受到的是我们的用户 我们和我们的同事 在用什么样的精神和什么样的细致的态度 为大家生产内容 好 现在我们发布今天晚上的第四号发布品 得到品控手册 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这家公司得到APP 关于怎么生产知识产品的全部新法 我们这次一次性的公开 那么现在你到得到APP上 就可以搜索 然后免费领取 我们随后的迭代 也会在这上面呈现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发布 今天晚上的第三号产品 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很多用户也很熟悉 叫家庭背景声 这是一个专门生产的声音产品 那今天在众多的声音表演者当中 在家庭背景声的众多参与者当中 我们为大家请来了非常特别的一位 那就是 其实也是我的老师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舌尖上的中国》的声音表演者 李力宏 有请声音表演者李力宏 谢谢大家 各位辛苦了 几个月前 我收到得到的邀请 邀请我加入到一个 新颖的朗读类节目当中 我们不仅要给孩子讲故事 也要为孩子们朗读经典 只要有一句入心 那就是在他成长道路上 收获的惊喜 他会永纳珍藏 而我们的责任 就是和他们相伴成长 这是卢战宇说的话 我被他打动了 因为我也渴望成长 我愿意和许多人一起共同成长 我愿意从经典开始 于是我就加入到这个家庭背景声项目 和欧阳夏丹 何冰 赵立新 季冠林 以及其他 即将要加入那些声音表演者一起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声音 让这些人类文明中最好的内容 相伴在你的耳畔 也希望你能够从中 生发出去探索新世界的激情 不断去突破人类知识的边界 就像我参与录制的 关键时刻演讲当中的一句话 他来自爱因斯坦的著名的演讲 探索的动机 他说 促使人们追求艺术和科学的精神状态 是同信仰宗教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 他们每天的努力 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 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我将为大家朗读 傅雷家书中的经典片段 傅雷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 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在这封家信当中 傅雷先生用笔 用爱 用心 写出了一位父亲 对孩子所有的期望和寄托 傅雷家书 不仅是在教育孩子 也是在教我们成年人 做家长的智慧 我更高兴的 更安慰的是 多少过分的语词与夸奖 都没有使你丧失自知之明 众人的掌声拥抱 名流的赞美 都没有减少你对艺术的谦卑 总算我的教育没有白费 你二十年的折磨没有白受 你能坚强 只要你能坚强 我就一辈子放了心 成就的大小高低 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 一半靠人力 一半靠天赋 但只要坚强 就不怕失败 不怕挫折 不怕打击 从此以后 你可以孤军奋斗了 何况事实上 有多少粮食亦有 在周围帮助你 辅业你 还加上古今的名著 时时刻刻 给你精神上的养料 孩子 从今以后 你永远不会孤独的了 即使孤独 也不怕的了 赤子之心这句话 我也一直记住的 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 赤子孤独了 会创造一个世界 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 永远保持赤子之心 到老也不会落伍 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 相接相弃相报 你那位朋友说得不错 艺术表现的动人 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 不是纯洁到像明镜一般 怎能体会到前人的心灵 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 谢谢李宏老师 我们请李老师来加入 这个家庭背景生项目 其实缘起很简单 是因为一个父亲 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的儿子当时刚刚四岁 有一天他在家里 听一本有声书 那本书我们很多用户都知道 叫《人类简史》 很深的一本书 然后他又在那听 他的孩子在旁边玩自己的玩具 然后突然之后有一天 他的儿子跟他说了一个词 尼安德特人 大家知道 这个词很陌生 即使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 就是因为那天听那本书 他很奇怪 你不是在玩自己的玩具吗 当时是那么聚精会神 你怎么记得住这个词的呢 这不应该是在你的知识范围内 这位父亲跟我说 他说其实我们大大的低估了孩子的大脑 孩子的大脑的那种开放性 是我们成人无法想象的 一字入新 就有可能改变他一生的知识命运 所以啊 后来有一位教育学家跟我说 说用成人的方式和孩子沟通 是孩子成长最快的方式 我这里并不是说 孩子不应该去听故事 去看动画片 而是作为成人 我们和孩子沟通 是不是应该开放这种可能 就是用最好的声音表演者 给他们最好的经典 历史上的那些名人演说 名人家信 那些著作 那些戏剧 有没有可能 用这么好的声音 给演绎出来 成为家庭的一种背景 这就是我们打造家庭背景生 这个产品的初衷 到目前为止 为家庭背景生这个产品 不管我们花了多少成本 我们所有的产品 到目前为止 全部是免费的 所以推广这个二维码 我毫无愧意 二维码就在那里 扫和不扫 它都是最好的产品 好 我们正式发布 今天的第三号产品 家庭背景生 好 既然说到了家庭 其实这也不是 什么内容产品 它是你的一个 时间的解决方案 那我就顺便 把下一个产品也发掉 第二号产品 艺术博物馆 看它的样子 其实就是一本书 一本画册 但是它很不平凡 它有一千页 它有三千件艺术品 来自全世界 650家顶级的博物馆 所以如果你 估量一下自己的一生 如果你肯定不能走遍 全世界 650家博物馆的话 那这本书 将是一个 不错的替代品 我们来说一下 这本书的身世吧 也算挺传奇的 它的亲爹亲妈 是全世界艺术品出版业 真实最高水平的出版社 英国的费顿出版社 这个词大名鼎鼎鼎 飞顿出版社 为这本书做了什么呢 就是敲开 650家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门 找他们要扫描权 和版本的授权 当然这其中 不仅仅是艺术馆 有很多私人收藏家 平时他们收藏的画作 是密不试人的 费顿出版社 敲开这些大门 花了13年的时间 等把这3000件 艺术品的版权 都搜集到的时候 费顿出版社 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把自己卖掉了 做艺术品这样的内容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命运 当然飞顿非常走运 接盘的也是一位富豪 本身也是一位顶级的收藏家 所以他又活过来 那么这是他的英文版 中文版的出版社 也非常好 可以说是中国目前 几乎是最好的 艺术品出版社 叫后浪出版社 那他的印制 是在亚昌 大家都知道 亚昌的威名 他几乎拿国际上的 那些印刷大奖 拿到手软 所以你看 从费顿到后浪到亚昌 最后接一棒的 是得到APP 我们为这本画册 做了什么呢 我们把它变了一个样子 我们给他配了一个书架 这个书架的高度 正好是大人坐着 可以看 小孩子站着可以看 大人抱着孩子 在自己身上 可以享受这份美 它是一个书架 这个产品 其实很多用户买了之后 可能会替代自己 沙发边的茶几 它会变成你家庭里的 一个重要的陈设 我向你保证 只要你家里来客人 这一定是最惹眼的陈设 它每天会嵌入你的生活 我们对这个产品 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它不再是书 它是你家里永不落幕的 艺术博览会 它也不再是艺术品 它是嵌入你生活的 时光的身边的艺术品 当然 在艺术方面 我们真的尽力了 除了严伯军的西方艺术史 关于艺术 这是我们能想到的 给你的最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 现在还在最后的紧张的印刷 因为工艺实在是太复杂 所以今天上线的 仅仅是预售 今天如果你买了 那你享受一个早鸟价 就早起的鸟儿 有食吃的那个早鸟价 1680 等什么时候开始有现货了 再恢复它的原价 好 下面我们正式发布 今天晚上的第二号产品 我们能为你找到的最好的东西 关于艺术的 艺术博物馆 各位可能很好奇 发布12个产品 那第一号产品应该是啥呢 它就是 有请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 得到作者 曾鸣 大家晚安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从1998年开始 我一直在关注两个重要的领域 一个呢是中国企业的崛起 一个呢是互联网对商业的冲击 这20年呢 我见证了中国企业 一代又一代的风起云涌 也见证了互联网 一轮又一轮的泡沫和爆发 但这20年下来 今年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几乎每一位我碰见的人 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 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资本很困惑 这个从几年前让大家 乐血沸腾的共享汽车 到去年的共享单车 到今年的共享充电宝 我不知道下一次还要再共享什么 一个小小的充电宝 在两个星期内 能浓到几十亿的资金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几乎在任何一个场合 大家对这个话题 都会产生非常激烈的争论 虽然正反双方 都会真的面红耳赐 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 其实心里都没底 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 技术也很困惑 VR AR AI 这个人工智能 这一浪接一浪的新的技术 已经热闹了好几年 但今天我们都还没看见一个 让人激动人心的产品 这些伟大的技术 什么时候能够成气候 什么时候能够创造真正的商业价值 大家很困惑 甚至我们都很尊敬的股神也很困惑 两个礼拜前 我第一次去奥马哈 我第一次去奥马哈参加 这个沃伦伯菲的股东大会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 老人家承认 自己买错了IBM 六年前第一次投资高科技 是一个失败的投资 他也承认自己错过了亚马逊 没有看懂这家企业 为什么能够这么突飞猛进 他认为自己看懂了谷歌 但是最终重仓了苹果 所以巴菲特到底有没有看懂高科技 我看悬 但是所有这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其实真正重要的是 理解大家背后的困惑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 这么多人都会觉得困惑 最根本的原因是 我们处于一个时代 大变革最关键的时刻 这是一个核聚变的时候 这一次的核聚变 有太多的因素 同时在发挥作用 消费升级 技术升级 模式升级 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 一浪接一浪 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混沌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核聚变的时候 孕育着最伟大的未来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十年 会是一个生态大爆炸的时候 会是一个经济范式的大革命 无论我们把这个新经济 叫做互联网经济 还是数据经济 还是智能经济 我们都将迎来一个 跟过去一百年的工业时代 截然不同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所熟知的一切 都将会从头到尾被颠覆 但是十年后的结果 在今天就会被决定 这是战略最有挑战性 也最迷人的地方 因为在未来并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越是在大家困惑的时候 越是你做战略决策 最重要的时机点 这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的 大赌大赢的关键节点 因为你今天的战略方向 技术路径 发展路径的选择 决定了你十年后 能不能领跑 真正走向一个辉煌的未来 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 你怎么做决策 怎样才能有战略的前瞻性 毫无疑问 你必须在最前沿 去冲浪 去感知 去体会 去参悟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在你困惑的某一个刹那 有一个明白人 可以跟你简单地指点一下 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 也许你会豁然开朗 更加勇往直前 我希望在那样的时刻 我会是你一个重要的思考伙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往前走一步 其实这是我加入阿里巴巴 这十几年来第一次上电视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 愿意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马云在创办 湖畔大学的时候 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必须 把经验分享出去 必须把教训 总结给大家听 这才是真正的 企业家精神的传承 也是我们的使命 和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这个前几天正好有个朋友 他突然很严肃地 问我一个问题 这也是个创业者 公司过去的几年 发展得非常顺利 不是顺利 是结果很好 过程其实很艰辛 那么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过去这几年 跟我讲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对的 你对于未来的每个判断 都是对的 你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特殊的能力 我当时一听就懵了 因为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想想 可能还真有两个因素 让我很幸运地 能够走到今天 一个是 我长期地严肃的 这样一个学术训练 让我形成了 认真思考的习惯 所以碰到任何问题 我都会去想 为什么 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的 代表了未来 怎样一个趋势 你天天琢磨这个事情 慢慢地 你就会比别人 看得远一点 站得高一点 第二个真的是非常幸运 阿里巴巴提供了一个 非常非常难得的舞台 回头想一下的话 其实在差不多 十年的时间内 我参与了 我参与了阿里巴巴 淘宝 支付宝 阿里云计算 这个菜鸟 这五家 千亿级美金 或者是准千亿级美金的创业 可能全世界都很少有人 能够在短短的 这么样一个时间内 参与这么多 激动人心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不把这些年的经验 这个思考 总结分享出来 简直是一种罪过 所以呢 很高兴今天晚上 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经过这五年的写作 罗胖知道 我那本书改了十年 结果最后还是错过了 今天这个deadline 就啊 我会很快地出一本书 就是 会把我这些年来 对于未来的思考 完整详细地 给大家做一次分享 我会跟大家讲 我认为的 未来的互联网经济 它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未来的商业模式 核心是什么 新的战略 思考和原来的传统的战略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但是我当然并不可能 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但是我觉得 这些年的磨练 思考 我应该找到了一个 可以帮助大家 去思考未来的一个指南针 希望这个指南针呢 对大家能有些帮助 当然在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绝对不可能 仅仅停留在一个 纸质书的出版 所以呢 我也创立了 这个创立发起了 真名书院 通过微信公众号啊 微博啊 这个我们自己 在湖畔大学下的 APP下面的 真名书院的频道 希望形成一个 互动的在线的社区 能够让更多的人 参与 讨论 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形成一个 知识创造的社区 所以非常感谢 这个得到的支持 今天有机会在这 发布 真名书院的第一款 互联网产品 这会是一款 音频的产品 关于这款产品本身 罗胖比我能说得多 我请他给大家多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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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曾老师 过去一年多 我一直在追一个女神 就是曾老师这本书 因为我从朋友那儿 得知了这本书的 写作计划 我知道它的野心和雄心 我也知道 那个班底的橙色 然后我就盯上了这本书 没办法 作为一个卖书的人 我不可能让我的用户 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 晚一步读到这本书 这就是过去一年多 我一直在追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中国最好的知识服务商 这是我的责任 为此我上了湖畔大学 我上湖畔大学的原因 绝对不只是为了马爸爸 其实是为了追这本书 然后这次湖畔大学开学 我见到曾老师 曾教授 我说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追女神的革命友谊 再上升一下呢 我们搞一个音频的产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 是目前的初始目录 赶紧闪过 不要泄露太多 这个产品我们称之为叫 曾鸣智能商业二十奖 它是一个音频产品 它是那本书的另外一种写法 是从一个写作这本书 将近思考了十年 写作了五年的 一个亲口讲述的版本 这个版本 我们觉得和那本书一起 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 这个产品我们正在做 但是我个人对它 寄予特别大的期待 为什么 因为过去几年 我其实是曾鸣老师的 私书弟子 所谓私书弟子就是 我认他这个老师 他并不认得我这个学生 我几乎读了他 所有的著作和文章 其中有一个词 对我个人创业帮助极大 叫终局思维 什么意思 就是凡事你得往后想 一直想到最后的状态 它是什么 这就是智能商业这本书 和曾鸣智能商业二十奖 试图告诉我们未来的样子 当你知道了这个终局 再往回推 推到当下的每一个抉择 每一个行动 它立即变得非常之清晰 所以这本书 我个人预言 它在今年出版 将是今年中文思想市场上 甚至是全球的管理学市场上 最重要的思想产品 得到APP和我们的用户 能够参与其间 我觉得予有荣焰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会 要发布的第一号产品 曾鸣智能商业二十奖 谢谢曾老师 谢谢深圳卫视 当然今天这场发布会 所有的音频和文稿 大家知道 我们希望它每个字都是内容 而不只是推销 大家也看得出来 那感谢我们另外一位伙伴 同行了很久 而且我们好像要同行二十年 Vivo手机 他们是今天晚上 所有的音频和文稿的 知识赞助商 下面是他的产品 叫Vivo X Play 6 乐想非凡 他们希望 我们一起能够享受知识 所以他赞助了这个产品 在得到APP 你可以下载到今天晚上 所有的音频和文稿 谢谢Vivo 我们同行的伙伴 最后 请允许我用刚才提到的 曾明教授 交给我的那四个字 终局思维 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 就是以后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世界上 其他的事情 以后什么样子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 假设现在是2057年 5月18号 40年后 我是什么样子 我很清楚 我垂垂老矣 头发掉光 牙齿松动 步履蹒跚 但是因为我一生奋斗 待人厚道 所以老境还算不错 我住的养老院 是很好的养老院 风景很美 小护士也算漂亮 但是又怎样 我那个时候 已经老了 我对生活一切没得抱怨 但是我就是老了而已 所以也没什么事情 我经常就在那儿 做白日梦嘛 祷告 哎呀 老天爷啊 你让我回到 年轻的时候多好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 拥有的财富来换 都不用回到二十岁 哪怕是三十岁 四十岁都可以啊 只要我还有事做 我还有同事 有伙伴 我还对未来的日子 有个笨头和盼头 就行了 然后我就一直做 这个白日梦 一直向老天爷祷告 突然有一天 老天爷就出现在 我的面前 说你这个胖子 刀刀刀刀刀刀刀什么呀 不就这么点破事吗 不就是想回去吗 走吧 咻的一声 四十年我就回来了 现在 现在 我是刚刚穿越回来的 我好不容易祷告 我回到了四十年前的我 我现在有你们 我有我的同事 我有我的事 那些事虽然那么难 但是我现在 此刻内心狂喜 大家替我想想 此刻 我是何等感受 今后这一生 每一个时光 每一个颗粒 到极细的时间 我会选择 什么样的方式度过 只要一想到 四十年后 那个必然的终局 再回推到现在 我就必然成为一个 终身学习者 和得到所有的用户 一样的人 向终身学习者致敬 这是我们今天 做的所有的事情的 根本目标 我们不是谁 我们是 中国这个时代 一波特殊的人 我们未必有什么 确定的未来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眼下该怎么做 我们是终身学习者 我们值得 这个时代的尊敬 这里 是我们做的第一场 知识发布会 叫2017年春季知识发布会 是001号 这是我们公司的 一个新产品 接着 我们往下做 只要有新产品 只要我们觉得 这个产品对得住 我们的用户 我们就会开2号 3号 一直往下开 感谢各位的到来 感谢我们的用户 向你们致敬 感谢深圳卫视 谢谢 2017年春季知识发布会 到此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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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